为什么去根据地的几百个西方人 都是要讲好话 他们最后的原因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认识到 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游击战是最可行的抵制日本人的方法 但是要打游击战 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说有老百姓的支持 最多的就是民兵 什么是民兵呢 民兵就是不脱产的农民 只是在必要的时候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 他们可以拿起手榴弹拿起枪来去打仗 他们呢靠的就是老百姓的支持